大家好 这一讲呢,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咱们的套材是如何拼装的 在大家拿到套材以后呢 像我这样先摆摆放一下 这样的话能点下这个套材的数量 看是不是都和这个是一致的 因为这个套材在装机之前呢 首先要做一个简单的拼装 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呢就是刚才大家在上一讲讲过的 就是固定喷管尾部的这个固定座 这个是需要组装的 然后第二个组装的就是需要组装的是 这个时间也不要组装了 时间就把两个粘起来 就是咱们的发动机支架 发动支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有字的有logo的这一面 是外层的 然后和它同样的没有logo的这一面呢 是下层的 这样的话需要把它两个平装起来 然后还有呢 是两个同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像一个眼镜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F2特有的特色的东西呢 它就是它的双通管 也是需要两个像粘起来的 呃 第四部分呢 第 对 第四部分呢就是在机舱前面 我专门设计了一个 需要就是机舱吧 电池舱 对 电池舱 呃 这样的话呢 呃 就把这四个部分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逐一的演示 看是如何拼接的 我们从后往前 从最后端 首先要拼装的是 这个 这个 喷管的固定做 好 用到的材料呢 就是这种 白乳胶 啊 白乳胶 当然用泡沫胶也是可以的 呃 用泡沫胶也没有问题 非常的紧 呃 大家拿到这个 配件以后上面会标有 这个 标标石 你看有W1 W2 W3 这三个是一组 然后这呢 又是一组 也是W2 W3 然后装怎么装 可以把W2 1和2 进行一个拼接 然后呢 再把3 像我这样 这样就可以拼接好 好 然后在相应的位置抹上胶 胶不用太多 好 你可以 胶多的话 可以往这个上面抹一点 不用太多的胶就可以 它这个黏性还是非常强的 非常简单 实际上非常简单 好 一定要把它保持垂直 这样以后呢 这个就粘好了 粘好以后把这个可以放在 一个地方晾干 汤膜胶可能盖的快一点 这个白乳胶盖的慢一点 用同样的方法呢 我这块就不做演示了 好下面我们看这个 发动机这个底座如何来固定 同样的 把这个反面一定要抹在反面 抹到正面的话 就抹到这个 有字的这一面的话 你到时候就不好看 好 我上面抹上白乳胶 把它抹开 涂开了以后呢 有字和没字的是一组 不能把两个有字的粘一起了 到时候也是不好看的 有字和没字的 这个上面是完全没字的 正面是有字的 这样粘一下 好 可以稍微把胶给它混匀 一定要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的地方 胶少的地方可以再打一点 对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好 粘完了以后呢 可以把这个多余的胶给它抹掉 太多的话抹到另一个板子上面 这都可以的 好 这个也粘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呢 把第二个粘好 这里可以做演示 好 接下来呢 就可以粘一下这个 喷管的支架